大家好 就在前几天 我们家遇到了一件挺糟心的事 前几天呢 有一个下午 突然发现我们的前院子 靠近这个马路的这块草地上 也就是靠近路牙子这个地方 来了这么一个人 是一个白人 大概有30多岁 棚头垢面 背这个包就穿着非常脏 脸也不洗 然后头发蓬乱 他就坐在我们家这个前院子 这个靠近马路的这个草地上 一开始呢 我们没有注意 反正觉得这就是一个社区 这就是一个 大概就是无家可归的人 这样的人呢 我们有以前在 在我们的社区呢 倒不经常能够见到 我们如果是去downtown的话呢 有些时候会碰到过像这样的人 然后他就在那坐 一直坐到晚上 很晚 都没有走 结果到第二天呢 到了下午这个时间 基本上是中午到下午这个时间 他又来了 这一次的话呢 更过分 他买了一份饭 然后还拿了饮料 然后就坐在那 就是不停的在抽烟 连续几个小时 他都不走 到了第三天 他又出现了 而且呢 他不坐在 别人家的这些路牙子上 他就专门坐在我们家前面草地上 这个我们就有点这个 觉得有点不对劲了 他离开的时候呢 整个这个草坪上 到处都是咽头 喝的饮料罐子也扔在那 烂纸 然后就都在这个草坪上 弄得很脏 弄得很脏很乱 看上去 好像是冲 就是冲着我们家来 好像这个梁王汉 他是有目标 有方向的 然后就是冲着我们家这来 然后我们就回想 我们认识不认识这个人 回想来回想去 我们都没有印象 完全不认识这个人 我们看了 是从来没有见过 而且我们从我们自己的熟人 从回想起来 我们是一个小户人家 然后平常不招人 不惹祸的 没有得罪过谁 也没有那个什么 但是这个人呢 很明显 我们可以判断 这个人很明显 他就是冲着我们家这个来了 第三天的时候呢 我们从我们家窗户看上去呢 发现有两辆警车过来 有两个警察下来以后呢 就找这个人 然后他们就在一起说话 这个人呢 就指着我们家的房子 指指点点的 然后在说什么 警察呢 就在一旁听着 然后可能是在提问 奇怪的是 他们经过一番对话以后 警察竟然开车扬长而去 他继续该怎么地怎么地 他继续坐在我们家前院子 这个草坪这个地方 让我们感觉到非常非常的不理解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又过了一天 我们家东东东有人来敲门 然后出去一看 是警察 警察然后来跟我说 他说 你过来 然后你看看你们家前院子是什么情况 我出去一看 好家伙 我们家的花盆里 有几个正在冒烟的烟头 就说明是人刚抽完还没抽完 然后就把这个烟头就栽在我们家的这个 我们家的这个 前院子这个地方 土的到处都是潭 有两三个一拉罐 这不用说 就这个就这人干的 然后警察的意思说 这个人呢 我们已经给他了一个警告 如果他要是在接近你们家的院子 然后你就报警 我们就要处理他 但是警察呢 并没有给我们解释 到底为什么这个人会只坐在我们家的前院子 而没有到别的地方去 没有说任何的话 然后就走了 我呢 这个人这个脾气比较急 感觉到他这两天 就这个人这两天在我们家的这个前院子这样子 已经给我们家造成了非常非常大的这个不方便 因为他是坐在这个路牙子上 他的腿呢都伸在马路上去了 马路上的车一辆接一辆的从他身边就开过去 他有时候还向别人还招着手什么之类的 看上去非常危险 我们家过去倒车的话呢 基本上就是很顺的倒出去了 现在呢需要万分谨慎的 还就是要注意他的这个动静 我可以说几天下来 就给我们搞的就是身心疲惫 我们就就就就就这个正常生活就完全被扰乱了 这个加拿大的这个警察呢 我知道只要没有这个刑事刑事犯罪 像这样的无家可归的人 警察是不管的 警察只管是不是有打斗 是不是有抢劫 是不是有生命的问题 然后第二天呢 看他又来了 然后我呢就想着这个实在是不行了 我们报警吧 打911给警察 911那边呢 问了一大堆问题 你们家的姓名年龄住职 问了一些非常奇怪的问题 问我们家有没有新冠 认识不认识这个人 这个人和你们以前有什么关系没有 最后他问 这个人有没有损坏你们家的东西 有没有对你们家的人生命安全造成什么威胁 那当然没有了 但是他他这样子 可以说事实上是 骚扰了我们家的正常生活 主要意思是说 好我们周围的群警呢 会会管这个事 后面呢也不了了之 警车呢偶尔过来 过来一下 然后就开走了 我一看 这个事 警察肯定是 只要这个人他不 只要这个人他不违法 他不做那些激烈的暴力的这些东西 他坐在那 你没有办法劝他走 我最后在这个事情上 我就觉得我忍无可忍 我一定要出去 我一定要出去 要跟他说一说 我至少我要问一问为什么 是不是 然后我呢就出去了 然后他看见我了 没等我开口 他先发话了 他第一句话就把我问愣了 他说你认识不认识我父亲 我当时我就一蒙 我说你爸爸叫什么名字 他说他爸叫什么名字 我说你完全没听过 没听过这名字 然后他又问 你知不知道某某公司 我说我不知道 我说我从来都没有听过这个公司 他说你难道不知道这个公司发生了什么事吗 二十多年以前 你都不知道吗 说得我一头雾水 最后他指着我们家的车说 说这就是我们家的车 为什么到了你的手里 我听完了以后 我含毛都炸起来 我完全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我感觉到这个人好像精神上是有问题 但是在那个时候呢 我也有点这个控制不住自己 我的意思是说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但是有一点 这是我家 这是我的这个home 你呢 应该不能在这个地方坐着 你能不能离开 然后他说 那我能不能用你电话呢 我说 为什么你要用电话 他说 那你就打电话给警察 让警察来把我抓走了 我听了我 一个是一头雾水 第二个是听了以后 我的气一下子就顶在脑门上了 跟我气得要死 就在这个时候 两个人正在 正在这个枪枪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就听到后面呢 有人叫我 我回头一看呢 我们家邻居一个老太太 她是葡萄牙医 她呢 正在给我招手 让我过去 然后我就把这边放下 然后我就过去 和老太太聊天 然后老太太说 说你见过这个人没有 我说我没见过 我说我从来都没有见过这个人 老太太说 我见过 他说这个人呢 三十来岁 这个人在三十年以前 就是这个小伙子 他就出生在这个房子 就出生在我买的这套房子里 然后他说呢 当时是什么情况呢 就是他的父亲和他的母亲 一同买了我们家现在这套房子 相当于是我们家这个房子的前房子 是这样 他们两个呢 买了这个房子以后呢 就在我们家的这个后院子 结婚 举行了婚礼 当时呢 这个我们家的这个邻居老太太呢 还参加了他们的婚礼 过了以后 就生下了这个人 就是现在坐在我们家门前的这个刘云汉 很快 他爸爸和他妈呢就离婚了 离婚了以后呢 他妈就搬走了 就生下他爸和他 就和他 是这样 过了不久呢 他爸爸又结婚了 这回呢是找了一个stepmother 就找了一个后马 等到这个人长到大概将近十来岁 也就是接近二十年前 突然有一天晚上 就听在家里边 这个听着空中的这种 打斗的这种声音 很快警察就来了 然后邻居老太太呢 就看见警察 把这个人的爸爸 用手铐给铐走了 从那以后 他就再没有见过他的父亲 再过一阵以后呢 这个房子呢 就被卖掉了 然后这些人就都不知所踪 他刚才听了我和他之间的对话 我们家这个邻居的 这个葡萄牙姨的老太太 他说 我听他老是说起他父亲 老是说他爸爸 老是说他爸爸 会不会 他爸爸已经过世了 然后看着他的这个样子呢 他说他回忆呢 就是说这个人 在小孩的时候 长得很好玩 很可爱的一个小孩子 他说现在呢 看他现在这个状态 应该是精神上不太正常 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 导致他现在的精神 不是很正常 大家不知道 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我听了这样一个故事以后 我大概理解了 为什么他要到这个房子来 因为这个曾经是他出生的地方 那么他之所以到我们家这个地方来做呢 很可能是不是他最近 这都是我猜测 完全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那么是不是因为他们 他爸爸过世 对他产生了比较大的刺激 或者说他经过了这么多年 什么单亲家庭 或者是这个社会上 你可以讲 他跟他父亲一起过 他父亲又被警察抓起来了 经过了 肯定是经过了一套复杂的官司 中间他有刚才讲了一些 无厘头的什么公司来着 什么车来着 是不是经历过一些 可以讲 我们大家都很难以承受的一些事情 就是这样 那么一般来说 根据一个人 他有时候他的精神不正常了以后 他回忆起来的东西 往往都是十几年 二十几年以前的东西 也就是说他现在的记忆呢 有可能是丧失的 他可能已经记不清楚 那东西 他也把我们家 把我们和他当时的那些事情 混为一谈了 听到了邻居老太太这样的一个 他的这一戏话 我呢 从内心来说 我觉得就是说 我还相当程度的 对他有点同情 我回去跟我 家里人 我们也都 我跟他们也说了一下 是 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 我们大家呢 最后商量决定 就是说 只要他 不接近我们家的这个 房子 只要不接近我们家的房子 他在 他在保持这样的距离的情况下 就由他去 我们相信这都是战事的 能够 能够就是说 就此为止 过了一两天以后 他又来了一两天 然后后面呢 就没有再来了 是这样 我想呢 也许我和他当时见面的这种 谈话 很有可能 唤起了他的一些 记忆 他也会想 他可能也会想这些事 觉得 现在的这个房子 和现在的这个人 和我当初的那些人 他们相互之间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直到现在呢 我们心里还都心有一计 经过这样一件事以后 发现 有些事情 真是让你感觉到很糟心 你并不知道这个事情 什么时候开始 也并不知道这个事情 是什么时候结束 当你的生活受到这样 非常糟心的干扰的时候 你会发现 真的不知道 什么时候是个尽头 希望呢 我们的生活能够重新恢复平静 也希望呢 他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 来治疗他自己的心理疾病 能够健康的 能够生活 这也是我们对他的一种希望 今天我们这个故事 我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看 再见